一心交往,若男子让你自由探索这四个地方,多半是爱你入骨了。 我们都知道只有足够爱一个人的时候,我们才会对那个人不设防,任由他自由探索自己的过去,甚至还希望他能够深入细致一点,因为那样子享受到被在乎和关爱的感觉。 不要看男人外表冷漠,其实他们的心里火热着呢,若是不爱的人,你们绝对不会敞开心扉,任由你进进出出的。 只有他有感觉的人,想藏箱失守的人,才会纵容你自由的探险自律。 我们也做过一番采访发现,若是男子让你自由探索这四个地方,多半是爱你入骨,或许不能百分百断定,也有偏薄的地方,但可以作为参考。 毕竟茫茫人海里,遇到一个爱你入骨的男人不容易,不要错过了这份真爱,历见了就要抓住他,别让他溜走,不然真的会会恨终生。 1.他的手机任由你翻阅。不少夫妻在结婚前都会约定,婚后互不翻看手机,算是给对方自由和空间,当然也是彼此信任的表现。 1.不过这么做确实有一定的风险,一旦失去约束缺乏自我管控的人,往往会利用手机,在虚拟世界里做出一些不忠于婚姻的事情,比如勾搭陌生女子,发展线下感情等等。 2.若现实中有男子的手机任由你翻阅,说明这个人很坦荡,没有什么事情是见不得光的,至少他三观还是比较正的,不会想着在虚拟的世界里自我放纵,懂得自我约束。 3.另外他的手机愿意任由你翻阅,说明他是个心胸比较开阔的人,或许只是对你,但也说明他身正不怕眼子鞋,手机里面没有什么会刺痛到你。 4.其实接受一个人翻看自己的手机,这心里有足够的爱和支撑,若不够爱你,别说让他翻看手机里的内容,就是连碰一下你的手机,估计你都会不乐意。 2.他的房间随便你出路,有人说想了解男人值不值得嫁,看他房间就够了呢,这里面看的学问可大了呢,可以看他房间的不知是什么风格类型的,以及他房间整洁情况,还有衣物摆放的情况,这些都是不错的考察对象。 3.若一个男人重容你随便进出他的房间,那说明他对你足够信任,至少在感情上面已经足够依赖你了,才会把自己最隐蔽的一面对你敞开。 4.现实中很多男子都不愿意让女友来自己家做客,为何,还不是不想女友看到自己脏乱差的房间,觉得这样会让女友对自己失望,搞不好会错失爱情。 5.其实这方面的担忧和考虑,说明这个男的不够爱女友,或者对这份爱不够自信,他没有办法彻底弹露自己,做真实的自己。 6.当一个男人在你面前伪装,不愿意弹露纯粹的自我时,这个人多半不够爱你,只是想有个恋爱对象罢了,并不想与你失守中生。 3.他的过去随你打听。 每个人都有过去,但不少男人过去的口碑不太好,或者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,可能是前任太多,或者是明花花公子。 为此有不少恋爱中的男子,对于自己的过去切莫如森,不想让女友探索,希望真的是重新开始,不想跟过去有太多的纠葛,这本无可厚非,过去的事情也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错。 4.他选择遗忘的权利,但是若他足够爱你,真的不会建议你去打探他的过去,会满心欢喜,觉得你足够在乎他。 5.他默许你随意打探自己的过去,说明他的过去并没有不光彩的事情。 6.自己行的正,做了职,不必害怕有人来搬旧葬,这也间接说明他是一个值得托付众生的人。 6.换作过去有污点的人,他们会比较介意有人打听自己的过去,恨不得过去永远成为过去。 7.没有人去翻阅,可感情的事不能没有过去,需要这个先人指点和参考,其实这也有好处,只有了解他的过去才会更好地相处,有利于感情向着变好的方向发展。 8.这也说明他是想着这段感情能开花结果的。 4.他的社交圈都有你,一个男人爱不爱你,看他在社交圈的范围。 9.有的女子恋爱了大半年,连男友的知心好友都没有认识,这也是恋情特别轻浮,感觉像是在过家家闹着玩的。 9.当一个男人不够爱你的时候,他是不会愿意让你侵入他的社交圈的,因为他对这份感情没有多大的把握,想着感情结束的时候,省掉解释的麻烦。 9.若是这个男子,他的社交圈都有你,到哪里都带着你,把你正式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,这说明他对你是丧心了,想着与你白头到老。 9.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,得看情况,要是男子是做业务的,拉着你跟着他在酒桌上撕混,我劝你还是趁早离开这样的男人,因为他并不爱你,而是拿你当赚钱的工具。 9.一个男人若足够爱你,他会忍不住分享与你有关的东西,可能会在朋友圈里分享你们的亲密合照,可能是分享你们手牵手特写照。 9.点滴间的幸福都在用只有你们才能读懂的暗号里传递,光看就足够温暖和感动。